一个人爱不爱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的 人都是相处中慢慢了解,又从了解中慢慢分开 所以说一个人离开都是有原因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 男人不爱你就会有这三个表现 一,不再对你热情,对你可有可无 刚开始的他是很热情,对你很依赖 慢慢的你发现,他对你的态度越来越不好 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 在他心里的位置越来越低 本来两个人在一起聊天,应该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但是他和你在一起,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去说 曾经面对你都会积极回应 所以说一个男人有这些变化,大概已经不爱你 二,不再对你温柔,对你大声呵斥 男生爱一个人会变得柔情,会软弱 对你的态度也是温柔有利的 不会大声说话,会一直包容,体谅你 然而如果一旦不爱你了 你所有的矫情撒娇,在对方眼里只会是厌恶 更不会像以前一样宠溺你了 对你说话也不再有耐心 因为一旦不爱了,就不会把你放在心上 就根本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有这种变化的男人,已经是不爱你了 只想和你分开 三,不再对你花心思,对你毫不在意 男人嘛,爱一个人还没得到一个人的时候 总会想方设法去讨好你 会对你付出很多心思和心血 为了博你一笑,这些都是在爱你的基础上的表现 你有任何需要都会尽力去满足你 一旦不爱了,就不会在一个不爱的人身上发心思 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不会陪伴在你身边 而是无动于衷 因为没有爱了,你在他眼里有时候就连陌生人都不入 所以男人不爱一个人,就真的是不爱了